嗯 欢迎回到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中祥 今天的节目当中的要来跟大家谈一个事实上 我们在去年年底就在讨论过了一个话题 就是台湾的高等教育已经面临到非常大的经营的危机 那其实我们看到很多学校在经营上面面临到很大的问题 可是呢 他们所采取的方法就是竟然是让这个学校的老师 或者教职员工他的薪水减薪甚至发不出来 那今天节目当中呢 要邀请高教工会的秘书长来跟我们谈一下这个话题 我们邀请的是高教工会秘书长陈正亮陈老师 阿亮你好 观众长你好 我们上个礼拜 应该讲说我们在去年的时候曾经讨论过这个话题就是勇达科技大学 这个所谓的减薪或献薪长达八个月九个月的这样一个事情 那当时我记得我们节目当中其实阿亮老师也提到说 教育部其实好像是有诚意要来解决这样的一个现象 那不晓得现在问题的解决的状况是什么呢 当时这个去年九月的时候勇达老师不是到教育部去吗 然后呢教育部基本上就有谈了三个他们的承诺 那第一个承诺主要就是说他要在一个月内 反正是后来是谈到过去欠薪的问题 因为当时去年他从二月开始到十月的薪水都还没达到 当时主要是这个问题 那后来呢就是另外一个诉求是说我们谈到过去欠薪的问题 就是他有很多薪水被打扰了 那教育部基本上的承诺就是比一个月内还 这个是扣来的调调 是说直到今年一月 其实拖了大概十、十一、十二一月 拖了大概四个月才把钱还完这样子 所以他有把欠的钱还完了 至少就是在薪水没有发这份流发 但是薪水过去欠的实际上还是一点都没有 所以这部分基本上是要不要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之后的是有发 但是之前基欠的八个月的薪资一样是没有发 我在说不是这个样子 他们现在发的薪水都是打扰过的 也就是说他们的学术研究会基本上被打扰 那所以之前他没有发的是一毛钱都没有 那现在发的是打扰过的 那这打扰基本上是无法的 那所以从过去到现在打扰过的其实才是最多的 有利益多 这部分是完全没有发的 所以教育部原来谈的是说要把这个减 过去减掉都要还 这部分是没有做到的 他只是就发了那个减少的钱 对 所以教育部就跳票了 这是第一个处理就是跳票 第二处理就是说要去查他们董事会的状况 如果董事会真的不行的话 就要想办法解散他们 根据施效法的规定 对没错 那问题现在就是说他们董事长也还不知道是谁 所以这个也是从 根据施效法他们也应该找就要记录了 但是教育部已经跳票了 什么叫做不知道他们董事长是谁 就是他们该选董事之后 所以理应会选出新任的董事长 那旧的董事长一定死掉了 那新的董事长选上之后 马上又集了一个请辞的幸运教育 所以现在应该是没有董事长的状态 那施效法是规定一个月内 董事长要不能选超过一个月 就是一直拖到现在 也是没有解决 这个就是当时 我们其实一直认为说 现在的董事会没有办法处理 没有办法处理 我希望教育部介入这样子 那教育部就一直没有动作 所以这个董事会就还是一样 没有办法正好运作 那还有一个诉求对吗 对还有一个诉求 主要是说这个学生受教育的部分 就是到底怎么样当这些学生 如果他想要转学 或是想要做其他学校 造其他学校的学校 这个部分基本上 教育部也是没有说 所以觉得还是一样 就前途茫茫 不过这三个诉求是当时在抗议的时候 教育部明确答应的三个诉求吗 应该是 我印象中是这样的 可是如果教育部都已经答应了 然后也表示 当时看起来是哪有赛意的 那这样子都完全没有去进行的话 那教育部的责任是什么 你当然可以直接说他就是组织嘛 或者说他没有针对私校法 赋予他的权利对一些经营不散的 或是没有进行医院的实力学校 总是会进行各项有效的措施 当然可能是这样说的 一般说来他有的措施当然包括说 比如说明年起 拼招 这等于是没有新增进来的 那另外一种可能就是说他 介入董事会 换董事 或者是说 把校长换掉等等的 主动来拼招 那拼招的话一定要经过一定的程序 比如说要经过他们的董事会 报道部里面来 那 问题是说 现在我看教育部的做法 好像是他们希望是用提高的掌施 可是对勇达的董事会来说 他根本不怕提高 因为这不是教育部 这本来就在发真正中嘛 所以教育部用这个方法 他并不害怕 董事会而言 这个教育部拿出来的手段 一点都没有威胁性 所以教育部讲什么他也不听 他就完全不听 下一步想要沿用过去的方式 就是说 我叫你董事会 私下董事会做什么 那希望他能够做什么 可现在状况不一样 这董事会根本就不理他 那他应该要拿出更有效的作为 不然我看接下来更多学校会 类似那样 可是董事会根本也不理不怕 所以这有可能产生一个连锁效应 对吗 反正我就是基欠 然后我不还 然后到时候教育部就是 反正你们经营不散 那教育部恐怕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能力 去介入到董事会 所以呢 他就这样子直接让这些失效就可以直接的退场了 有可能 比如说像现在永达他们现在校方就提出了一个裁定科系的计划 就是原来11个系要裁掉剩下5个系 那因为永达过去是屏隆唯一的工科 那这次裁掉的大部分都是工科的 所以以后屏隆就没有工科 就没有工科的学校 那这个东西 董事会一直不断释放出讯息说将来要把它改变成为是老人安养中心 老人照顾机构 所谓的社会福利 可以采取法人 这样 那他们当然想要的主要就是那一块利益的价值 对 那就是就教育部而言 如果他没有在这一件事情上 先把老师的这个过去的受损的薪资啊 几千的薪资啊 那这个学生的受教群先做好完善的保护的话 那么你整个过程看起来就是牺牲的老师跟学生 然后最后呢 他们这些董事会当然可以靠土地获利 那这个是现在看到是目前最大的问题 那这也是我们最担心的连属效率 连属效率不是说只有前提 而是说未来大家会看到有利可图的这一块 然后就开始往这个方向去操作 所以这边会看到两个可能性 或是两个发展的这种方向 第一个就是这个大学的老师他的这个工作权 或者是他的这个薪资可能也会被积欠 那这连带他的所谓的资遣费 或者相关的费用 说不定这个学校也未必 或是也不一定能够付得出来 这是第一个 那如果在这种状况之下 老师们该怎么办 或者是有什么样的一种回应的方式 那第二个就是刚刚提到的 学生普遍的这个受教权 因为很显然的这些大学如果收起来的话 也许会有些人觉得说 对啊 台湾的大学就是太多了 那我们应该就是要去做一些 所谓的淘汰的机制 或是某种的退场机制 可是这个退场机制 其实对整个的大学 台湾的高等教育真的是比较好 那在这个退场机制当中 其实受害最深的恐怕就是这些学生 那这些学生又应该怎么办呢 诶 刚刚这几个问题 就是我们刚刚一开始 刚讲的就比较担心的是 很多市校会为了最后他的土地的利益 恶意的把老师解聘 或是这个 集圈刑事 但最后呢 这个我最后能够获得最大利润 那中间把老师赶走 所以要服务的之前 所有的成本相后就会变得很大 那这的确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很多市立学校的问题 就是市立学校有很多 非常多种做法 包括通过教室评件 才学合作 绩效考核 然后所谓朝而明而 反正等等你想象不到在大学里面出现的做法 那把老师赶走这样 那这个我觉得老师 你刚刚问说老师应该 我觉得当然就是说 要自救 因为根据我们 根据国家的教师法 老师还是能够被随意前进 因为还是要保障老师的工作 那保障老师的工作 是为了学生受教的目的 所以在这种意义上 所以我觉得老师当然要自救 要自己的群力 要自己来保障 那第二个就是说 因为过去这个 在少不是的话 开始之后 比如说我们看1999年的出生率 那那一年是第一次下降到 从30万下降到28万左右 是一个很急剧的下降 那这一年之后 年年在下降中 差不多年年之后下降中 那教育部之后 还让新的20多所学校成立 譬如说我们 人家也可能会谈到一个高峰 那就是在2003年的成立 那在这种状况下 教育部还是让这些学校成立 我觉得就是在动作上 有错误 那你知道学生会变少吗 要不你资源投入更多 如果你资源投入更多 如果你资源投入不够多 你肯定将来这些学校就出问题 嗯嗯嗯嗯 那就老师部分 我当然认为 应该要自救 而且就是说 这整个责任 并不在于老师身上 嗯 就是说你的整个政策 错误导致的结果 不应该由老师跟学生来承担 嗯嗯嗯 所以我们现在才会要求说 根据施效法也好 或是根据过去教育部 所做的政策上错误的 这个责任来说也好 嗯嗯嗯 这个教育部都应该要付其他 应该有责任 更何况学生受教育 应该要付最优先保障 嗯嗯 那目前这个学校 像永达或高峰 学校里面的学生 就是任性贸款 嗯嗯 科小该怎么办 那问老师 老师自己也完全不知道 那问教育部呢 教育部就是拖拖拉拉的 嗯嗯 那问教育部呢 教育部就是拖拖拉拉的 嗯 什么的座位都没有 嗯嗯嗯 所以我认为学生基本上也要看到说 这是一个大的现象 这个现象的错误 学生要自己知道说 这并不是他的错误 嗯嗯 他自己没有错 我们就要这种想法 不要觉得 是不是我自己能力不好 也不是这样的 嗯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呃 非常大的问题 而且他所涉及到的 这个连锁效应 效应哦 大概不只是一个大学的 一个国家的大学教育的政策哦 甚至在这里面的每一个人 他的说实在的 就讲的比较为观一点 就是他的 所谓的生理或心理的状态 我觉得那个都是一个 非常非常大的影响哦 那特别是很多的老师 他们面临到这个失业的问题 在过去也可能没有其他的 这种所谓的专长或是转业哦 那这个我觉得那个 在心里上面 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 这个很大的一个一个危机哦 那当然我们也不希望看到 这个现象的发生 可是我想工会或者是 很多的大学的教师 也开始有一些思考 或者解决的方法哦 刚特别阿亮老师也提到的 所谓不只是永达 还有包括高峰的科技大学 里面要同样的状况 我们先休息一下 再回来谈高峰科技大学的状况 欢迎再次回到灿烂时光 节目的现场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中翔 今天在我们线上 跟我们一起连线的是 高教工会的秘书长 同时也是四星大学 社会发展研究所的这个副教授 陈正亮阿亮老师你好 你好 我们刚刚谈到的是 这个永达科技大学的问题哦 其实我们看到 在去年9月以来哦 那这个高教工会 跟永达科技大学的这些老师 还有同学们 其实有多次的这种抗争哦 那教育部似乎也提出了一些 比较具体的这个承诺 但是看到就如同刚刚 陈正老师所提到的这些承诺 就是一个一个都跳票了哦 那可是在刚刚你也提到说 其实在台湾所面临到的问题哦 这样的问题其实 不是只有永达科技大学 很多的这个台湾的这个大学 特别是所谓的科技大学 面临到这个问题 似乎是更为严重哦 呃 刚刚特别你也提到了像高峰科技大学 可以告诉我们一下那高峰的状况是什么吗 呃 高峰它的地点 跟永达差不多都是在屏洞这样 对 两个学校离得也蛮近的 那它的状况比永达的状况 我觉得还要更不好一点 嗯哼 因为它跟永达一样 它对老师的减千心一样都存在 那甚至到今年5月开始 每个教职 包括教职员的部分 它一个月的薪水只有1万块 就总共就是那1万块这样 总共 到现在还是0.1万块 嗯可是如果按照一般的呃 大学的教师助理教授大概都会有六七万嘛 对 所以他现在就剩1万了 那说实在的就是光生活都是不够的 呃 1万是什么样的理由 为什么是可以减到只剩1万呢 那学校就是两手一抬 所以说他没有请 嗯哼 对 那这个事情也不是现在才发生嘛 因为过去一直不断的减刑 已经减到只剩1万 嗯 那这个教育部其实老大就知道了 19年就知道了 嗯 那现在已经是103年了 4年了 4年的时间 那教育部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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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去做专案的辅导 好像没什么用 这个辅导好像没有产生任何效果 嗯哼哼哼 他做什么辅导啊 他就是所谓辅导是说他会组成一个专案小组 慢慢辅导小组 然后就到学校里面去 嗯 然后听听学校的意见 然后就要求学校提改善计划 嗯 那学校提出的改善计划呢 如果没有执行 人过去好几次 呃 没有执行 他就说呃 你在提的改善计划 永远就是在一个 呃 不断的计划改善之中 嗯 嗯 嗯 这实在让人家觉得不可思议 就是 呃 对我们常常说这个大学是不是应该 要有企业化的经营 特别是很多的科技大学 他其实都还是蛮所谓的企业化 甚至所谓的商业化的经营 可是从这种所谓的改善计划 或者所谓的绩效评估来看 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及格 他觉得是一个 其实非常非常讽刺的事情 那高峰的老师现在怎么办呢 一个月只有一万块 那那其实说实在的 那不是说在屏东 然后就一万块就可以比较生存 然后打个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其实基本的该付的薪水也应该要付 更何况我想很多的老师都还有家庭 都还有房贷 都必须要去支应他的这个生活的所需吗 对 所以像我就听到高峰的老师在讲说 有些人是叫做百万年薪 所谓百万年薪的意思是说被欠百万以上 所以他们就自称说我们是百万年薪 嗯 那当然是很无奈啊 嗯哼 嗯哼 那整个学校的状况呢 学校状况就是 这样吧 我刚刚说的 他大概整个学校欠所有教师员 大概欠了六千多万嘛 那现在学校只剩下 教师员加价差不多三十五个而已 嗯 那学生击败了 那学生现在就是人心惶惶 会想要转到第二学校去 但又不知道可不可以转 嗯 那学生成不成了 那问题居然很大 那因为学生他要毕业还是要修到一定的学分数嘛 嗯 那他毕业证书 那学分数老师不够又开不出来 嗯哼 所以就有老师去问学校说 那请我问现在到底怎么办 那这个说如果老师都走了怎么办呢 嗯 那学校就说 那走没关系啊 我就请你回来当兼人 啊 请他回来当兼人 原来专任的就是 就离开了嘛 因为待不下去 就请他回来当兼人 那这个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学校现在还有一个说法 就是说 你回来当兼人还是没有钱啊 嗯 那为什么人家要回来当兼人呢 他说我可以帮你申请讲师证 他都已经有大学的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的证书 为什么还要申请讲师证啊 有些是没有讲师证的 就是说他是当讲师但没有讲师证 那学校就是用这个说 是不是做的一种交换 我帮你申请讲师证那就不领钱 还是来教书这样 那当然老师觉得很方便 应该是没有人会接受 这种做法 实在是很不可思议 而且其实在有些学校办讲师证 还要老师自己付钱 是是是是是 是非常不可思议 嗯 那我们讲一下下学期 指教面对的状况 就是说 现在我们大概一班是2月20日左右开的学校 下学期 那他现在学校里面有高峰有两个学群 一个是商管 商业管理 另外一个是设计 包括数位媒体这类的 其实高峰他全名是高峰数位学院 数位媒体学院 那他整个设计学群有4个系 数媒动漫游戏跟流行工艺设计 他只能开出全部我这4个学群 这4个系 以目前老师数只能开出24个学分 嗯 24个学分 那基本上你学生就是不可能毕业的嘛 就是你一定修不到你应该能够修到的 对对 那如果我们说如果教育部有所谓的学生的妥善安置办法的话 那么他至少现在应该要能够告诉你 嗯 在屏东地带 嗯 这个数媒的动漫游戏 嗯 或是餐旅 然后什么新校之类的这些科系 嗯 的学校在哪里 那这些学校的科系里面是不是承认高峰的学分 嗯 他如何转是要平转还是降转 降转对学生那也是不公平 因为他毕竟还是一样交一样多的学费啊 嗯 那现在教育部就是在这方面也都还没有完全没有规划 而是空的 嗯 所以我们当时永达在抗议的时候 实际上就有提到说学生的塑料权能放大 嗯 那教育部当然说他们会有盘付计划 嗯 但是到现在都没有任何计划 是空的 嗯 所以你说24个学本怎么办 嗯 不过即使要转学其实也会面临到一些 除了刚刚阿亮老师提到的一些问题之外 嗯 在制度上可以说 要转就转嘛 就是按 感觉是拆迁了 然后把一些居民安置 是可以这样子做的吗 因为很多学校他必须要转学考啊 那他有一定的规则 有一定的制度 那这个说安置就可以安置吗 那这这其实蛮奇怪 或者是说 呃其实在很多的大学 他的考试也还是有一个排行 不管是他的科技大学或者是一般的普通大学 那他们都会面临到就是说 哎我是考几几分进去的 或是我是怎么样的一个一个等地进去的 那这个会不会出现一些一些内部的一些争议啊 一定会的啊 比如说我现在是在那个那个世新嘛 那世新也有树梅啊 比如树梅系嘛 对对 然后我们说假设高峰 高峰也有树梅的这样的一部科系 但是他实际上里面的内容 就是真的完全一样吗 不知道啊 那我世新大学为什么要去承认高峰的确认 嗯 现在我们在学校里面承认学认是可以透过系数 双方合议签订一个同意书 嗯 比如说我在你那边修课 呃 请讲到你那边去 但是我承认你的学问是可以的 但这个状况是必须是两个学校两个科系共同协调出来的 我们现在的确是有这样的一种做法 嗯 但你不可能要求说这些科系 现在在高峰这些科系 主动去找其他所有的科系 跟其他学校的科系来协调 这是做不到的 嗯 只是说因为它规模太大 嗯 所以它一定是需要教育部介入之后 可能是纪制师或是高教师 嗯 介入之后来彼此协调嘛 来召开会议 这个会议你共享就要非常非常的 嗯 非常非常的多 嗯 还非常多次 然后非常的细致的去解决科系 内在学分如何承认的问题 嗯 又不伤害到学生的塑料权 嗯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高度复杂的事情 那你要非常早就要提前去作业 嗯 那现在我看到这是空的 这完全是一个空话 呃 我想的比较远 这会不会有背信的问题 哈哈 就是我当时考进来是 你本来就应该要提供到我到毕业嘛 对不对 我们本来进来就是存在的这种期待 那 这个好奇怪 这个 这有什么其他法律 其他相关的问题吗 就是这个学校会有背信的问题 或是其他的 我觉得这问题好复杂 呃 背信我是不知道法律上是怎么去讨论 嗯 我不知道法律上怎么讨论 但就现实的操作上来讲 呃 就大学法的规定也好 或是这个私校法的规定也好 呃 这个教育部的确是有这样的一个权责 在立法的精神上 是为了保障确实的受教权 这一个精神是存在的 对 那在这个 这个原则的 呃 在这个原则之下 怎么细致去执行 我想教育部应该是可以订定一个 呃 比较完整的一个内部的方案 或是一个命令 嗯 用这个方式来操作 一方面合法嘛 嗯 嗯 你不会说会奇怪 你怎么今天可以转到 究竟要哪里去 嗯 嗯 那我觉得这是应应台湾 过去不当扩张 教育的一个特殊的做法 对 那当然最好是我们不希望 学校就倒掉 嗯 当然 就一个学校倒掉 其实 不管你处理的再怎么细致 这个整个教育的品质一定是会几度下降 嗯 嗯 这个不能处理再怎么细致 嗯 所以我们当然希望说教育部能够真正面对这个问题 而不是说 就就放在所谓的这个事效中 所谓的自己去解决 嗯 他们就没有能力解决 才会搞到新一部的方法 嗯 嗯 教育部又叫他们自己去解决 嗯 比如说什么 呃 这个这个所谓的呃 改善计划 这个是 就是完全是无效的 嗯 其实我们看到教育部面临扫子化的问题 或是大学要很多学校面移到要 可能要这个官场的 这样的问题 似乎只有看出用土地的方式来去解决 就是让他们可以自己去所谓的 呃去操作 所以他的土地 可是在其他相关学生的受教权 或是老师的 这种所谓的工作权的这个部分 几乎我们是看不到的 对吧 嗯 我到目前为止没有看到这方面的东西 嗯哼 那你说教育部跟内政部好像曾经提出过 就是有土地集团利益不得到这样子 对 嗯 所以他们想的就是说 你们私校总是为了自己去解决 我给你给你第一第一第一 给你留音嘛 嗯 让你自己去解决 嗯 如果我们是从呃 受教权跟老师的工作权来讲 这个刚好就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一种 嗯嗯 而且他其实是感觉把一个公共的议题 变成是私校的 私人之间的契约的关系 或者私人之间呃 这种所谓单纯的内内在的一些所谓的争议的问题 他并不是把这个议题给公共化 没有错 当我们说呃 教育部为什么能够管私立学校 嗯 而且在私校来面规定很多种管理私校的方法 原则当然是因为教育它是具有公共利益的一个事业 嗯 他不是说呃 我是一个独立私人企业 是为了引力的目的 不是这样 而且交易部每年都会给这些市校非常多的付出款 嗯 那是否大家的纳税群啊 是国家的支援 嗯 为什么 其实因为教育部应该具有公共性 嗯 刚刚讲的没有错啊 在这种公共性的前提之下 是不应该让私立学校董事业自己去解决 嗯 他自己面对到的问题 最后还能够破裂 嗯 嗯 这这想起来是一个非常荒谬又非常恐怖 然后几乎看起来唯一得到的好处是某些私立大学 他如可以因此而得到的土地的利益 或者是教育部 他可以去解决某种他现在不太能够处理的烫手山域的一些方法 是对于学生的受教权跟老师们的工作权其实几乎是没有保障的 没有错 嗯 还有一个东西可以谈 就是说像高峰 他在成立的时候 我猜测啦 他应该已经预估到少子化的状况来 因为他是2003年 那少子化这发生在1999年 对 对 所以他其实早就知道这个过程必然发生 嗯 那 他还是成立的 教育部还是同意他设立的 嗯 然后他没有埋土地 他当时就没有出资埋土地 哦 所以高峰的土地是跟台南租的 所以他本身并没有土地的问题 嗯 所以他没有土地等最后是没有土地利益可同的嘛 嗯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他到底是为了什么 嗯 那大家就搞不清楚 然后为什么要设立一个学校 明明知道少子化 然后他自己也不投资土地 所以就有老师这样反映说 那也许他就是 透过教育部的補助化 嗯 那带了很多大楼 对不对 那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利益上的分配 嗯 那最后他要走也不用处理土地 嗯 嗯 那就更厉害了 嗯 就是他中间可能获利 这当然是都是猜测啊 对 那如果有检调单位 我是觉得知道这种事应该要去查查看 嗯 就是这个这种猜测 如果不是这样 那对董事会当然是不公平 那如果是真的 那对老师就不公平 对老师的学位就不公平 这十年的步骤到底是难道就是为了让赚 嗯 嗯 这这的确是非常重要 因为我想一个大学 恐怕我们没有办法用很单纯的一个教育的机构 或是场域来看待他 呃 他其实背后有非常复杂的政治跟经济的因素 那今天非常谢谢高教工会的秘书长陈正亮陈老师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那我们下礼拜公众再会 谢谢阿亮 谢谢 谢谢 拜拜 拜拜 拜拜